吃午餐的時候 同學他們都說午餐太難吃就把營養午餐倒掉 然後我們看一部影片就是知道說 偏鄉的小朋友沒辦法吃很營養的午餐 我們先製作問卷來調查 副小現在的學生對營養午餐的滿意度 我們放55元在假季做一份便當 發現自己用午餐做一份便當並不容易 然後我們去入班宣導 跟大家講說其實還有盛食的問題 這是第二次然後這個是第三次 想像我們想做的方法有 第一改善選擇 跟營養師同餐公司還有廚師討論一下 食物的部分是把食食送給弱勢孩頭 聽了安德利食物銀行 有關於肌肉問題的宣傳 然後還訪問了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如何加入他們的行動 或幫他們募集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到各個班上 來募集食物捐贈給安德利食物銀行 可能在別人當志工 把食物裝進鑲子裡做成食物鑲子 希望同學們可以知道 午餐公司他們沒辦法做出 那麼好吃的營養午餐 是因為他們只能用有限的精力 大家都不要再抱怨午餐很難吃 然後午餐又可以好吃 然後而且又有營養 然後廚餘也不會剩超級多 然後我們也希望安德利給弱勢孩童 每個弱勢孩童都可以收到 我們那個募集的食物 我們終於看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